59. 台灣《蘋果日報》 找營南主廚創業律師變身專業廚師 2015年7月26日綜合產業B.4國美爾 國美爾台北報導 創立富的壽的張潮農原市專利律師 今年39歲的他大學雙修法律及國貿 但私心及液外造塞 進入職場後一邊當律師 一邊擔任施廚 以每人2,500元的價位為顧客提供餐飲服務 張潮農笑說 他自認廚師時正職業餘才是律師 每週接判工作二至三天 其他時間都在研究菜式 幾年前他投資咖喱工廠 並到日本展出 《想不道師羅德頭信》主管在日本吃到咖喱 巡線找回台灣 並力邀他合辦事客會 食看風暴隱創業動機當時他因律師工作沒有答應 直到去年幫斯羅德辦活動的儲藝公司 臨時抽手 蔡林毅授命就這樣做到今天 他找來年輕歲氣的營南主廚共同創業 領域涵蓋發飾 日式 空杯 紅白酒與啤酒等 我投資他們創業 他們在我這裏上班 所以成長很快 觸動張潮龍開公司的動機 其實與食看風暴有關 張潮龍說 廚師在法國的社會階級很高 台灣卻不是 因為不認同專業 才導致食看問題曾出不同 他認為若廚師有自信 有收入 就不會為了省成本而黑心 食物活動可以達到這兩個目的 也能讓廚師與客戶直接溝通者的問題 去年7月創業 富的秀首月營業額25萬元 現金已成長至150至160萬元 合作客戶涵蓋金融、食品、飯店與百貨公司 其中光斯羅德每月合作長次就達3040場 最高更有45場紀錄 廚藝體驗方輕微埃 他認為創新就能超越競爭者 像近來流行的沙拉觀 他早在三年前就做過 也為各領域客戶牽線 好比國原益旗下品牌黑的 馬卡龍與投訊基金做連結 保險、基金、高附加價值的食品都是假漸 只要結合這些人 一直有新點子、觀察時事 就能保持領先